中共在打压异见人士或者是网络名人时 会接连在中共喉舌央视上公开播放当事人被迫认罪的画面 这引起了民间和司法界的强烈不满 日前总部涉带法国巴黎的保护记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吴国界 也呼吁欧盟要制裁央视 认为央视播出的画面侵犯了当事人应该得到的公平审判的权利 日前央视播出了涉嫌吸毒被中共抓捕的台湾艺人柯震东 身穿球服泪流满面的自白引带 引起台湾法学界的抨击 认为严重侵犯人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前会长邱显智指出 这等于是公审游街市众根本活在古代 台湾民间司改会执行长高荣志表示 依中共公安所言 柯震东只是行政不法 没有刑事违法 却要遭受如此屈辱 严重违反比例原则 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则表示 柯震东自白引带被公布 行统公审 这与恐怖组织拍摄影片的手法相似 严重践踏人性尊严 台湾政府应促进中国大陆维护人权普世价值 8月20号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保护记者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记者呼吁欧盟制裁央视 让央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无国界记者表示 中共当局强迫认罪的唯一目的是 摧毁被指控者的信誉 而央视播放强迫认罪 是一个新闻机构不可容忍的行为 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指出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 未经法院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他表示 央视站在道德和宣传的制高点 搞这样的审判 严重破坏和践踏法制 中国当局去打击一个人的时候 他并不是按照法律来 就是说查你有什么罪状啊 你有什么证据啊 怎么样 他是要从舆论上 从道德上 把你一个人 进行这种污名化 从道德上把你所谓的搞臭 去年8月底 网络名人薛瞒子在央视 对他所谓嫖娼的指控公开认罪 除此之外 央视还公开播放了 包括中国自身媒体人高瑜 新快报记者陈永舟 以及其他记者被迫认罪的画面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认为 央视播出这类自白引带的行为 也证明了共产党对媒体的垄断 和舆论的操控 只要这些人 只要这些人 被迫的 往往是被迫的 在媒体上 做所谓的认罪 承认犯罪事实 那就证明 似乎就证明 中共对这个 对 这些人的打压 镇压和整肃 马晓明指出 不止央视 所有中共操控下的媒体 都应该受到严厉的制裁 8月7号 美国国会众议员公布 中国人权保护法案 第5379号法案的内容 法案不仅要求禁止 参与人权迫害的 中共官员入境美国 并冻结这些人 在美的财产等 还限制央视等 13家中共官方 喉舍媒体人员的 来美签证 和取消部分媒体人的 非移民身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